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起以前做学徒的时候 每天都要回十四五个小时 全年都是休息三四天 每次做这个菜的时候 我都想起入行做学师的时间 他提醒我不要忘记 立志做原菜的初衷 今次晚宴我为大家准备了一道菜 是蠔黃四頭鮮鮑魚 其實沒有誰真的教過我煮鮑魚 因為那個年初師傅不會特別和你 慢慢的沒心機和你講每一個步驟 我當時做學師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觀察 看看大師傅怎樣處理 我從中記得他煲多少個鐘 就是這樣偷師回來 我今晚選用南非四頭鮮鮑魚 首先把南非鮮鮑魚蒸6小時 然後煮好鮑魚汁 放下去煮30至40分鐘 鮑魚汁和鮑魚一起 用鮑魚汁勾芡 淋上去 這道菜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但其實準備之前要選擇鮑魚 煮的時間 其實準備功夫很多 今天在 dr messed鮑魚 你跟著說 好好吃喔 很簡單 不知道